自信敲打起泰雅族传统乐器 展现出孩子们的所学 清代原住民族课程发展协作北区中心 跟等难实践教育联盟 透过期末成果展 分享目前在原住民族实验教育课程开发中的成果 对了解我们泰雅族以前的音阶有几个 有四个我们是以这四个去创作乐曲 提老及老师如同养分 来自其老的与会及老师的转移 成就学生继续推动及创作成为一位当代的泰雅族人 不过这一年多走来并不完全顺遂 其中困难包括第一线教师未必是原住民籍 在教案设计上因为泰雅语一个字词就有多种意涵 在使用汉语传达时 恐怕无法精确表达出完整意思 让许多老师头痛不已 但仍保持学习热情 哪怕我是泰雅族 但是我对语言文化也是没有受过很专业的一个训练 所以我也在学习 那不会就是会的开始 我们不管任何的老师 我们就彼此互相学习 就好像我们在学意大利文 我们学法文 重新学一个语言 更重要的是你认同这个族群 四年下来我们逆势增加了两个班级 学校竟然有这3%大概是7位8位 非原住民的小孩子愿意来读我们学校 我想他们来我们这次出他们就知道 我们就是要做原住民的课程 在上课的时候也跟一般同学一样一起都融入 他们融入的状况都非常好 新竹原乡五所民族实验学校 有的从瓜麻开始再到实际支出一个成品 让学生从知者观点出发 理解泰雅族文化 有的则是以青年手工艺为主轴 发展学习泰雅族传统建筑工艺课程 虽然困难度要达到一段目标知识坚固 其实还有一段的一个路要走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是正确的 老师们也观察 学生在民族实验教育课程中 就像从认识自己开始 越是了解自己族群的文化 越有自信面对逆境与学习挑战 原市新闻乌溜喜顾 新竹市采访报道